狭路相逢勇者胜 美国为何没敢对伊朗进行报复动物 美国领袖为什么会在空袭前十分钟 紧急叫停军事打击 他在害怕是吗 一所预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两个士兵与强盗狭路相逢 最终勇敢的那个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而懦弱的却永远落为笑柄 伊朗对付美国的强硬 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道理 美国人的不断退让 已经让这场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昭然若揭 6月20日 美军号称世界第一打全球鹰战略无人机 在18000米高空 开启隐身模式后 趁着夜色悄悄潜入伊朗领空 没想到的是 伊朗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架飞机 并且毫不犹豫地果断击落 文讯后的美国领袖放完狠话 立马签署了对伊朗三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文件 只是没料到 他突然又开始学前任总统做起了和平大事 在空袭前10分钟紧急叫停 并且在事件第三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感谢伊朗人的不杀之恩 放过了无人机旁另一架 再有36人的侦察机 伊朗军民的奋勇抵抗 不但没有为他们招来灾难 反倒让军事实力远胜自己的强敌 主动低头 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 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只有主动迎击 才有可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除此之外 伊朗还有哪些底牌 能让世界霸王迟迟没敢对他们报复动武呢 眼看着美局势越来越糟 其实美国的间谍卫星 早已在24小时 不间断对伊朗进行侦察 从卫星的侦测报告不能发现 伊朗附地的多个重要军事基地 正昼夜不停地加满数千枚导弹的燃料 竖起来 随时准备好第一时间对准美国的航母编队 和周边60多个重要军事基地 实施铺天盖地的报复 拼个鱼死网破 美高级参谋长此前曾披露 根据沙盘推演 美军至少有数千名士兵 将为这场不负责任的战争而牺牲 这也是美国领袖之所以紧急叫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从不敢试探伊朗人的决心 6月24日 美国领袖在登上赶往总统度假圣地的飞机前 向记者表示 我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新的核协议 让伊朗再次变得伟大 不过伊朗方面马上回应 我们从没有相信过美国人 针对伊朗开的每一枪 都会以十倍的代价被偿还 无人机击落绝不只是个开始